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美国深度节目 今天我们将探讨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近期发表的惊人言论 以及他在即将到来的11月选举中的政治命运 特朗普宣称 如果在选举中失利 他将不再参加2028年选举 这一言论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 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对此反应不一 特朗普的政治生涯无疑充满争议和戏剧性 此外 我们也会深入探讨 特朗普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 如何避而不谈具体的经济计划 将焦点转向他的政治对手卡玛拉 哈里斯 并且他如何巧妙地转移话题 来逃避回答艰难的问题 特朗普的这种风格 是否会影响他的选民支持 而在北卡罗来纳州 民主党州长候选人乔西 斯坦 则直言不讳地指出 共和党候选人马克 罗宾逊的存在 完全是依赖于特朗普的支持 这一切都将对选举产生何种影响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 特朗普的未来和美国的政治格局 都充满了不确定性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特朗普的未来 一场未完待续的政治大戏 在近日的一次深入采访中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明确表示 如果他在即将到来的 11月总统选举中落败 他将不会在2028年再次参选 这一声明 是在美国新闻节目 全面测量中播出的 震惊了许多评论员和政治观察家 特朗普在节目中坚定地回答道 不 我不会 我认为这将是结束 我完全看不到这一点 特朗普这一表态 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成为了舆论的焦点 作为一位亿万富翁和政治人物 特朗普在美国政坛的影响力不可小觑 无论是他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 他的每一个决定 都能掀起一波舆论热潮 尽管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 输给了现任总统乔拜登 特朗普至今仍未承认失败 坚称选举结果是被盗的 这一说法 引发了大量的阴谋论和争议 2021年1月6日 一场震惊全国的事件发生了 特朗普的支持者们冲击了美国国会大厦 试图阻止选举结果的认证 这一事件不仅将美国推向了政治动荡的边缘 也让特朗普的政治生涯蒙上了一层阴影 然而 特朗普并未因此退缩 反而一直活跃在政治舞台上 尤其是在与民主党候选人 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的竞争中 两人的支持率 在关键的摇摆州 几乎不相上下 值得注意的是 乔拜登在7月宣布不再参选后 民主党的支持率有所回升 这让特朗普在选战中的压力倍增 11月5日的投票日即将到来 特朗普希望能够成功 再次登上总统宝座 特朗普的政治生涯 无疑充满了戏剧性和争议 他的支持者认为 他是一个敢于挑战现状的领导者 而反对者 则认为他的言论和行为 破坏了美国的民主制度 特朗普每一次发言 都可能引发一场舆论风暴 而他对未来的展望 也让人们对美国的政治格局 充满了好奇 未解答的经济计划 和不断转移的话题 在一场由辛克莱广播公司主持的 全面测量节目中 特朗普被问及 如何兑现降低物价的承诺时 他却选择了 将焦点转向民主党候选人 卡玛拉·哈里斯 他声称 哈里斯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 并表示 他在采访中会谈论 他成长时的草坪 而无法应对具体的经济问题 特朗普在节目中表示 他将迅速降低能源和食品价格 但并没有提供具体的计划细节 他声称 我们将在12个月内 将能源价格降低50% 我们会做到的 这将是对能源的重大打击 然而 当主持人再次要求 其提供具体的计划细节时 特朗普的回答依然模糊 仅强调能源价格的下降 将带动整体物价的下降 在这次广泛的采访中 阿提基森还询问了特朗普 关于驱逐数百万 无证移民的实际影响 特朗普承认 驱逐过程中 可能出现的错误 会导致负面宣传 但他表示 重点将放在一处 他声称的其他国家 倾倒到美国的罪犯身上 他自信地表示 抓捕在美国的外国罪犯 将是容易的 因为当地警察对他们非常了解 甚至知道 他们的序列号 采访还触及了 对美国民主 和特朗普本人面临的威胁 阿提基森问及 特朗普是否害怕被杀 特朗普回应道 我不能害怕 因为如果你害怕 你就无法做好你的工作 这段采访 不仅展示了 特朗普对经济问题的模糊回答 也反映了 他在面对政治对手时的 攻击性策略 他更愿意将注意力 转向他认为的对手的缺陷 而不是直接回应 公众关心的经济问题 特朗普的这种风格 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屡见不鲜 他常常通过转移话题 来避免直接回答棘手的问题 尽管如此 特朗普仍在努力 塑造自己的形象 试图向选民传达 他对经济的掌控能力 和对国家安全的关注 北卡罗来纳州的政治风暴 罗宾逊与特朗普的关系 在北卡罗来纳州 民主党州长候选人 乔西 斯坦 最近在接受CNN的国情咨文 节目采访时 直言不讳地表示 共和党州长候选人 马克 罗宾逊的存在 完全依赖于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的支持 斯坦作为现任的州检察长 对罗宾逊的批评毫不掩饰 认为没有特朗普的支持 罗宾逊根本无法在政治舞台上立足 斯坦的评论 是在CNN报道 罗宾逊在一个色情网站上 发表令人不安的言论后做出的 就在前一天 特朗普在北卡罗来纳州 举行了一场集会 但却没有提及罗宾逊 尽管特朗普之前曾公开支持 并拥抱过他 罗宾逊对此报道中的言论 进行了否认 声称他的电子邮件 在一个名为 Ashley Madison的网站上 被发现是由于数据泄露所致 这个网站是专为已婚人士 寻找外遇而设 然而 斯坦在采访中表示 他并不相信罗宾逊的否认 因为最近的事件 与罗宾逊过去的言论相吻合 在CNN的报道之前 罗宾逊曾因对女性 LGBTQ家群体 犹太人和穆斯林等群体的言论 而受到广泛审查 斯坦指出 最近被发现的言论 与罗宾逊之前 在Facebook上发布的内容非常相似 斯坦毫不留情地表示 马克·罗宾逊 绝对不适合担任 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 这一点 在你们的报道发布之前 就已经成立了 他认为 这个故事 只是进一步强调了这一事实 此外 斯坦还提到 支持罗宾逊的共和党人 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 尤其是在一些人 试图与罗宾逊保持距离的情况下 他强调 北卡罗来纳州的候选人们 需要为支持马克·罗宾逊 并参与他的整个竞选活动而负责 他们一直在支持他 而现在看起来 大家都想与他划清界限 至于这一事件 对总统竞选的影响 斯坦没有明确回答 他是否认为 罗宾逊的争议 会对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 在该州的选情 产生积极影响 他只是表示 我们在北卡罗来纳州 有很大的潜力 可以做得更好 但我们必须赢得胜利 斯坦意识到 他的竞选将会非常接近 而哈里斯的竞选 同样也将面临激烈的竞争 这一系列事件 不仅揭示了 罗宾逊的争议性言论 也反映出 当前北卡罗来纳州 政治的复杂局面 斯坦的直言不讳 让人们看到了 民主党在面对 共和党候选人时的 坚定立场 同时也引发了 对特朗普影响力的深思 在这个充满变数的 选举季节 北卡罗来纳州的选民们 将面临重要的选择 而这一切 都将在即将到来的 选举中得到检验 结语 未完待续的 特朗普政治故事 唐纳德 特朗普的政治生涯 充满了戏剧性和争议 他的每一次发言 都可能引发一场 舆论风暴 而他对未来的展望 也让人们对 美国的政治格局 充满了好奇 如果他在 11月的选举中落败 是否真的会 如他所说的那样 不再参选2028年 还是说 他会在失利后 重新审视 自己的政治生涯 继续在美国政坛上 发挥影响力 这一切都将取决于 即将到来的选举结果 以及特朗普 如何应对未来的挑战 无论结果如何 特朗普的政治故事 都将继续吸引着 人们的关注 成为美国历史上 一个重要的篇章 在这个充满变数 和不确定性的时刻 美国的政治舞台上 将会发生什么 我们拭目以待 欢迎大家进入 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感谢主持人 显然 特朗普的决定 不会在2028年再次参选 是具有深远影响的 无论你喜欢还是讨厌他 特朗普都是美国政坛的 一个重要人物 如果他真的退出 2028年的选举 将为共和党带来 全新的面貌 不再有这个 亿万富翁的影子 其他雄心勃勃的 共和党人 将会有更大的舞台 展示自己 你看 乔治华盛顿 在完成两届总统任期后 毅然放弃权力 树立了一个伟大的先例 特朗普的决定 或许也能像华盛顿那样 为后人树立楷模 哎呀 楚天说 你真是个理想主义者 你真以为特朗普 会像华盛顿一样 放弃权力 别忘了 这可是连败选 都不认的特朗普 他曾经说过很多不 但最后都变成了事 你还记得 他那些矛盾的推特吗 再说了 他可是深谙娱乐 政治的老手 谁知道他在下一盘 什么大棋 搞不好 2028年 他又会像个凤凰一样 从政治灰烬中 再次崛起 这就像你说 自己不会再吃炸鸡 但每次闻到香味 还是忍不住 特朗普的政治胃口 可是很大的 谢琪琪 你这话说的好似 特朗普 是个现代版的凤凰 可别忘了 这可是美国总统选举 不是美国好声音 特朗普说 他不再参选2028年 那就应该相信他 毕竟他自己都承认了 这也给了共和党 一个重塑自我的机会 就像星际迷航里的 舰长柯克一样 带着一群新人 去探索未来 共和党也需要 新的领导者 带领他们 开启新的篇章 再说了 有谁不想看到 一种新的政治格局呢 楚天说 我承认你的比喻很科幻 但我要提醒你 特朗普可是个 现实中的星际旅行者 你真以为 他会退出政治舞台 这可是一个 在总统任期内 多次被弹劾 却仍然不退缩的人啊 他就像权力的游戏里的 穷恩雪诺 总是能从困境中回归 2028年 他不参选 那他干啥 去佛罗里 打打高尔夫球吗 就像你说的 他可是个亿万富翁 他有的是时间和资源 继续影响政坛 他退了 你觉得他的追随者 会让他轻易退休吗 别做梦了 楚天书 谢其器 你的幽默感 真是让人无法抗拒 不过 让我们来看事实数据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 超过65%的共和党选民 对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后的行为感到失望 这显然不是一个好的迹象 就像哈利波特里的弗地摩一样 虽然他很强大 但多数人最终还是选择了哈利的正义 特朗普如果不在2028年参选 那共和党也有机会重新赢得这些失望的选民 再说了 世界在变化 政坛也在变化 我们需要新的面孔 而不是一再重演的老戏吗 楚天书 你的哈利波特比喻真是绝了 不过 现实生活可不是魔法世界 特朗普的支持者可不是那么容易放弃的 你知道吗 根据盖洛普的民调 特朗普在共和党内部的支持率 依然高达80% 这可不是小数目啊 就像教父里的老教父一样 特朗普在他家族中的威望依然无可撼动 你以为共和党会轻易找到一个能接替他的人 你觉得谁有这个能力和影响力 米奇·麦康奈尔 还是罗恩·德桑蒂斯 别天真了 楚天书 特朗普的影子将在共和党内继续挥之不去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